我们来看看这本书证实了 所谓政府官员自2017年以来 在采访和私下讨论时所说的话 以及川普对于习近平的俄语奉承 这一点几乎是尽人截之 有很多就发表在推特上的 那么综上所述这些说法显示 尽管高级助手在本节政府直升初期 去做出努力 围绕自己是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 所概述的大国竞争制定的外交政策 但是始终没有拿出一项统一的政策 那么这个文章认为 最大的阻碍就是川普总统本人 他说川普从未对人权表现出任何兴趣 并且对独裁者情有独钟 他毫不犹豫地公开和习近平 就这些条件已经谈判 无视其他问题 他甚至多次告诉习近平 中国官员应该放手去建造 曾经拘禁百万人以上的穆斯林的拘禁营 那么博尔顿写道 川普认为这才是正确的做法 尽管众所周知 川普总统是一名爱做交易的总统 但是博尔顿这些毫无保留的叙述表明 这些行为不但有违惯例 还可能增加了美国国家安全的风险 那么提到了 比如说对中心公司的制裁被终止 送了习近平一个人情 还提到了司法部终止对这个 还提议啊 就说司法部终止对华为高管 实际上就是孟晚舟的诉讼 来换取贸易的让步等等 那么还有就是恳求呢 习近平确保中国将购买 美国的农产品来帮助他获得连任 等等等等 那么这一系列的这个 应该说的 博尔顿这本书的一些细节 可能有可能被这个民主党的 总统会选人拜登呢拿来当做这个弹药 那么而且呢有这个分析人是认为啊 包括谢舒立说呢 这个共和党人很难反驳博尔顿的话 等等了 那么这一系列呢 我们就想到这个博尔顿本人 这个政治操守也的确呢 我个人认为呢是成问题的 因为他这个也是挤朝的这种 所谓的这种高参了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卡特政府时期呢 卡特就曾经骂这个博尔顿是存货 那么现在呢川普总统又骂他是存货 那么他到底是聪明人呢 还是一个蠢人呢 我们接下来请君涛博士做解读 对其实从外交的角度来说 和从一个国家的对外观取政策的 这个特别怎么做和政策的这个方案来说的话 很难说一个政治家或者一个幕僚 谁是蠢货 谁是聪明 因为这里面呢我们知道就像我们大家说 日常中的一个人聪明不聪明 或者从学问知识上他是不是聪明 实际上是和他做一件事情不一样的 特别是这个事情在一个博弈中间做一件事情不一样 那我们现在回到这个原来这个话题来说呢 这个第一呢 我觉得我相信博尔顿描述这些事实的细节 应该是真实的八九或一十 但是呢博尔顿对这些事情的建构出来的一个图像呢 这个我觉得呢 第一不准确 第二不完整 第三从动态看呢 很可能他不正确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我自己呢 从川普总统一登台的时候 我也就观察他 开始觉得很不舒服 现在呢是越看就越顺眼了 顺眼不是说我赞成那些做法 而是说呢 我越来越在一个动态过程中 我觉得越来越能够理解在说什么 比如川普总统总是说 民主党啊 媒体在歪曲他 说的不是事实在造谣在抹黑他 那我在想每件事情都是真的 你干嘛要在抹黑造谣你呢 后来我就觉得 其实在博尔顿这本书里头 和川普总统的这个互相互怼啊 这个差距中 我们可以找到一个理解的线索 这个也是我们理解未来中立关系的线索 那么我觉得博尔顿说的 即使事实都是准确的 但是他的意思是说呢 川普总统在这个过程中表现 为了他的当选 不惜出卖国家利益 把他个人的政议和国家利益 哄一谈 然后呢 他甚至会在一系列 在美国看来 这重大的原则问题 包括人权的能量 都对共产 对对人让步 还有的媒体呢 还说呢 其实从普京到金正恩到习近平 都已经摸到了川普总统的一个特点 所以已经有效在利用川普总统 这个性格确实在打牌 但是我们看现实啊 其实不是这样的 川普总统呢 在自他当选以来 中美关系这样造就出的情势 从来没有像这样 今天这样对美国这么好 而且其实在包括在对俄国 在对北韩来说 其实情势总的来说 都对美国是好的 因为过去呢 看起来两国呢 好像这个风是有风有浪 但是好像两国关系在发展 但实际上呢 美国最担心的问题 都在持续恶化之中 但是在川普总统这个留言 你可以第一次看到 美国有可能扭转 这个继续恶化的势头 那这个为什么能够做到这点 我觉得我们需要对川普总统来做 这个博尔顿的观察 做另外一番表输 那就需要加上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 我觉得博尔顿这个书中的 最大的缺失我觉得两点 第一 川普总统为什么要当这个总统 第二 川普总统如果为了实现他的目标 他要做些什么 我们应该说川普总统这个政治素人 其实他对国家的利益 对于美国的安全 对于美国的外交领域中的 一些基本的原则 长期惯例中形成的原则 以及美国对国际社会 已经有的庄重承诺 这个承诺是两次大战中间 用成千上万美国人的鲜血 以及后来的全世界呀 跟美国站在一起的人 用他们的国家利益做赌注 形成了这样一种互信 这个川普总统是不知道的 那么川普总统知道的就是一点 在他从财源的这个成功的商人 在经济活动里面中和社会中 他发现美国人民在一个全球化中间 好像美国衰落了 从他直接感受到 美国老百姓的感受来说 这个和专家的意见是不一样 专家可以取出数字 取出很多方面证明 美国是全球化最大收益者 而且美国确确实实 赢得了很多的这个自己的利益 但是呢他所感受到就是那些 我们所说秀代州啊 等那些老百姓 他们很焦虑说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川普总统其实想参加竞选 一个重要目标 我们从这个搞政策 到从Torqueville都知道 美国能在私人领域中 有发展的人 一般不想到公共领域中发展 他一般要在公共领域中 去打什么选战呢 他一般都是一定是 有特别强的一个动机 否则他在私人领域的亡国中 他就是亡 他想干什么干什么 而且川普总统的亡国足够大 那么他想做这个事 就是因为他想呢 在这时候为美国做点什么 所以就此而言呢 我老说地产商和华尔街的那些金融啊 玩钱的和玩那种 全球化制造业不一样就在这 他有一个民族主义的一个情节在这里头 因为这样的话 我觉得川普总统实际上在某种上 他是想为美国呢 做一个事情 这个事情就是要把美国的经济搞起来 让这些这个美国人 他看到这些不幸的美国人 再能够对美国有信心 能够再有一个 就是基本的生活上 还能够继续能够有个持续好转 那么他当时锁定的就是 一般的很多美国的民粹主义的感受 这些感受就是 这个美国之所以经济上衰呢 就是因为他的制造业 被和他的市场被偷走了 被抢走了 或者被骗走了 而且呢 川普就认为呢 这都是过去总统的缺失 于是他出来选举 那么他当选之后呢 他首先瞄准的其实是中国 但是他一开始没拿中国开刀 先拿的还是什么墨西哥 再拿这些国家开刀 但他实际上一开始 他就冰的就是中国 然后呢 他开始试图浑身的解除 对付中国 所以我说呢 第一个缺失呢 就是博尔顿的书中 他缺失了川普当选的动机 他当总统 不是简单为了当总统 他是想做一件事 这件事 其实说大了 高大上一些 是民族主义 是对美国的这种热爱 对美国人民的热爱 说低了呢 实际上就是 他觉得呢 对美国不愤 他觉得那是个评审的 对吧 美国就帮那些国家发展 对 他觉得不愤 站在一个美国人角度 一个普通美国人角度来说 他身上有很强的 普通美国人的一些素质 那种冒险呢 那种就是好刀 对吧 那么 现在呢 他回过 然后呢 他第二点 我觉得博尔顿的没有说 就川普总统 尽管呢 他是一个 但是他这个人当选之后 因为作为政治素人 他对过去的 国际政治的一些万交惯例不懂的话 反倒让他可以施展一切手段 没错 这个你比如说 博尔顿说他什么是 这个知识贫乏 包括什么芬兰 是不是俄罗斯的一部分 日俄战争等等 他不管你 就是他不知道 对呀 但是他为了这个 他可以不择手段 不择手段有两个 负面上来说呢 把美国原来的国际承诺 全推翻了 他都 他不是想推翻 他不懂的 根本就不知道 他觉得那些东西 就是跟美国背了包袱 套了枷锁 美国吃亏 对吧 美国衰败就在这 这是民粹主义的感受 那么当然专家分析不是这样的 我其实在这方面 我倾向于专家的分析 但是这个结果 我们看结果的话 那么他就不择手段 那什么牌子往外打的 好的方面就是呢 过去呢 建制派啊 这个我想说 不光是民主党 其实共和党建制派 那不是加度对 他这种讨厌和反馆 都超过了民主党 对吧 那么他们这个建制派的这些呢 看这个手段呢 谨慎不能采取的手段 川普总统不管 他全拿出来 对吧 如果华为有效 我就把华为拿出来 如果要是 就博尔顿光说了 他愿意牺牲这些 他还没看到 必要是川普总统 比谁都果断的 对 对吧 彭阳会 这边就要会了 他把 微博尔的那个法案给签署 对 对吧 他根本就不在乎 那一般灌交惯例 你要对吧 要讨论的时候 你就应该 没错 给对手一个面子嘛 对吧 对方一个面子 你知吗 你要创造个气氛嘛 他没有 他说呢 我现在是要极限 我要威慑你 于是就上来 就把这个人来签了 所以他的这个结果 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 他就是导致了 就是这个美国实际上 把一系列的中美 有分析的大门 过去建制派出于礼貌 出于长远和全面的战略格局 平衡考虑等等 不愿意碰的一些底线 或者一些话题禁忌 他全给他打台湾 他没有禁忌 他居然就邀请台湾的代表团 对吧 这都是过去不可能的事情 那他正做了这个事情呢 实际上我觉得 博尔顿没有看到 一定点就是说 他一定是目的部分 第二他手段上 从这川普通通 好像让了很多东西 同时他也打开了很多大门 没有一样东西是他白让的 就是他对他来说 我让这个东西是有目的的 这个 那么这是第二 第三个呢 我觉得呢 我们要看到呢 一个比较完整的 一个川普的描述呢 就应该可以说呢 川普呢 本来是为了美国的利益 想像一个就是 想采取一个斗士的方式 跳进国际政党 带着美国以他的国家实力 逼着 不顾外交礼节 和过去国际社会 美国的承诺 那么逼着其他的国家 对美国让步 在贸易上让步 他本来就是个贸易标 那你要让了步 其他东西我们都好谈 对吧 我都可以尊重你 但是你要不让步 我就把所有 我能守的手段 全都使上 那这样的话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 实际上他在 极限施压的过程 打开了很多的机会大门 他也在不断学习 比如关于疫情 对吧 他原来关关于贸易 一度在疫情 给他压力很大的时候 他说了 其实我达成了一个 很棒的协议 但是我现在对他 不那么关心了 他现在很关心疫情 就说他在学习 我们也知道 其实美国总统 素人也比较多 比如像克林顿 虽然政治上老手 在当选总统 但是他们在国际政中 也是一个素人 中美关系尤其素人 上来他们也不断的学习 但是川普总统 那么的学习 诡计不一样在这 他总是想从置敌于四地 从博弈的角度 怎么能够治理于四地 他不像建制派学 他是还是按照 自己的想法 我就是要赢 他在选战的时候 我就是要赢 最后我能赢 你别管我犯多少错误 最后我能赢就行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说 他在不断的学习 另一方面就使得 在未来中间 他有可能调整 自己简单的 经济民族主义的动机 和唯一目标 然后开始把其他的东西 评论进去 你可以看出 我觉得他对彭提奥国务卿的 这种重用 你可以看出来 当然了 就说这里又涉及到了 那么其实博尔顿 这个人 他这个原则性很强的人 尽管在很多方面 我们在看南渊北哲 但是我还是对他 就是这种坚守原则 来挤任美国的总统 跟坚守他的原则 这个我觉得还是值得尊敬的 这个人才不打掩饰 但是这种人是不能搞外交的 搞外交的 一定会把整个国际政治 和美国都脱落到 这些灾难中去 对 但是呢 就说 不过呢 就是他和川普总统比呢 他没有川普总统 那种street smart 就说他没有那种 就是真的要做成一件事情的 这种智慧 他没有 所以呢 他跟川普总统 发生了一系列的冲突 那么这个 我觉得蓬佩奥国务卿呢 这个人他是在这方面 他是比较注意 比如川普总统 跟下了死命令 他就军众 比如关于中国病毒这个事 那他开始 他先说出来 川普总统跟进 川普总统改口之后 他马上他也不说 他休战两天 他马上在别的时候 就把别的问题 当中又给绕回来了 他把这个又给绕回来 他是他能这样的话 他这种有趣有深呢 但是所以比较起来 我觉得呢 川普总统确实呢 是个政治素人 在这方面的话 就是 对于每个具体事情 特别在初级的事情上 描述呢 是符合博尔顿的 这个 印象 但如果我们整体上看的话 在一个动态过程中看呢 博尔顿对川普总统呢 这个描述有缺失 一个是动机缺失 一个是手段的这种缺失 那么最后就导致到 看前景 川普总统其实是有和中国全面摊牌 甚至脱钩的这种 达这种想法 对吧 那我过节还在想 原来我过节还判断脱钩是一个极限施压 后来我看这个老头啊 可能也是年龄大 其实他考虑问题 他有时候就是比较冲动 那也有可能在他手里就真的实现 就至少政府之间呢 要实现很大程度上脱钩 而且这是个趋势现在 所以我在这两个来说 对博尔顿的细节描述 我觉得可能是准确的 但是对他整体上的这种叙事和结论呢 我有保留 但是我还得说 我们也是在隔岸观火 在这叫 你可以说的好听呢 叫不失卢山真面目 只原生在死山中 川普和博尔顿都看不清他们 咱们在旁边看看得清 但是谁有八九呢 也就是因为咱们是外面看 这是个腰不疼嘛 站着的话 坐着的话腰不疼 所以呢 我觉得呢也可能我们不对 不过反正在这里讨论嘛 大家就是打开一个思想的空间 考虑各种可能性 好吧 那么他说到这个 他的确是一个在哪呢 他在任何一届政府啊 包括他效力的这个地均啊 老布什小布什啊 包括现在这些川普 都是和大家处不来 他这个回忆的路当中就说到了 比如说他跟这个克林顿夫妇呢 都是同班同学等等 那么和这个 都属于呢 就是属于这种离群所居的 不是在人家这个圈子内的 他自己都承认 所以说川普总统呢 这个18号也在推特上 就是骂这个博尔顿呢 说真是个蠢货 一个满腹怨气的无聊傻瓜 一心只想发动战争 从来都是莫名其妙 还说呢 这个后悔自己 没早点把他吵了 包括就是在这个 和这个朝鲜的这个 那次啊 19年7月份 就去年7月 把他派到这个蒙古去啊 当时就是已经是让人感觉到 他可能 有这种实施的这种迹象 这个 这个我察觉 这个我觉得川普总统 不厚道 他也是 这个好像作为政治领袖来说 这就是他的一个性格缺失了 他应当允许 他的内阁中间 各种意见都有 每一种人都把每一种前景 去做杀坟推 推到极致 让他来做屏幕之后 拿出个决断 当然了 这也是 即使这是他的特点 也谈不上是缺点吧 因为他可能 他的优点可能也在这个特点 第二个呢 我要说一下 我不是川普啊 我从川普总统一登台 我就说 他将来是国际政治的灾难 是美国 这个和一些大国之间关系的灾难 但是呢 有的时候 我之所以在有一个地方 我现在比较谨慎的 就是因为 好像呢 现在整个国际政治啊 在中共的这个集权崛起 包括像现在 伊斯兰世界和 这个俄国呀 等等这样的一些 这个就是随着 威权主义和集权主义 在全球反弹的时候 除了一些灾难性的这种 这种做法 就在好像还打不开新的机会空间 有的就是 要先把过去那些建制上的东西 毁掉一些 能打开空间 不过这个呢 是有风险的 对外面我不做结论 我只想说呢 其实我不是川普 我只是川粉了 我只是说呢 这个在很多方面 我也不赞同他这种做法 可是呢 就是你让我客观描述他 我觉得博尔登呢 实际上是一个比他还要极端的人 至少川普总统在 没有讲的手段上 比他还要 还要灵活的多 而且我的观察就说 我感觉呢 川普总统上台之后 他的确呢 也是那个当中 也网络的一些这种鹰派的这些 包括博尔德 包括这个 这个纳瓦罗呀等等 这些人 但是似乎这些人呢 总是让我们感觉到 还是处于一个相对 边缘的这么一种 感觉 似乎据说这个鹰派呢 是为了他这个 平衡某种 这种政治 这个 这个版图的这样的一种 装饰品 或者是一个摆设 因为我们看到 实际上他 这些人的发 这些人的这种表态呢 也都是 比如这个汗牛窗洞 但是 最终付诸实施的 我总感觉 就是川普总统 还是在对这个鹰派人士 是这个拉的少 压的多 博尔德 您是有没有这种印象 不不 那是因为他旁边人 都是鹰派的人士多 你看他身边那些人 除了个别人 华尔街之外 其他都是鹰派 在华尔街中 也是一个 跟川普总统 接近一点的人 就是比如说 川普就说呢 比如说这个安华 这个比喻 毕竟像怎么换 比如说一个人 在娶个老婆 他天天打架最多 就是这个女人 就是他老婆 那不是因为呢 他在这个全世界女人中 他最恨的老婆 是因为他老婆 天天跟他在一锅里吃饭 那那些人 别的女人 跟他又不一锅里吃饭 那见面可能还客气一下 这个 所以说我觉得 川普总统之所以 给人打压鹰派 因为他旁边全是 他周围的选的人 就是边缘人和鹰派人物多 那么他在做绝难 而这些人呢 很多人可能原则性强 在一个方面 符合了川普总统口气 但是呢 在综合做一个实际角色 又跟川普总统有分歧 那川普总统 总是以扇那么耳刮的方式 就停止他们 凡是不想被他扇耳刮 人就都离他而去 不管跟他有多大的 这种吻合度 但是能留下来的人呢 其实都是一些 你删我我就删了 只要你总统改口 我就不说了 只要我不说了 我不符合你 我也不说了 这些人还能在他身边 活下来 同时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博尔顿呢 可能也存在一种 对自己定位的这种 这种错位啊 缺失 因为我觉得川普总统 所说的这些人 实际上就是觉得 一直说了这些话呢 但是我是坐在一个 一个国家元首 这样一个位置 和你的这个位置 是不一样的 那么你发表你的 这个言论 发表你的意见 实际上我觉得 川普总统也还是 对他还是相当不错 给他17月的这种时间 他在这个内阁当中的 这种 就是川普政府 内部的这种 任职的人员当中 还不算是被开的 最快的一个人 应该说还是对他 有相当的这种 欣赏和容忍 那你知道 博尔顿批评川普 就是把个人利益 和国家利益 搞混了 个人正利益 那但是博尔顿 他会这么认为 他说你看博尔顿书里 就觉得一个小婚婚 居然成了美国的总统 在他书家 川普总统 就是个小婚婚 那他居然成了 美国国家总统 那我觉得博尔顿 就是小婚婚拿掉 你干嘛 当时还欣赏 他说了 他意思说 我那不为了 把小婚婚拿掉 某个里面 他觉得 他不像 可能前面总统 跟他的分歧 是原则分歧 这些这个政见分歧 所以他说 那个经常把个人利益 和国家利益 搞混的人 他觉得这就是一个 就小婚婚似的 而且他做出 说完凡儿啊 什么这个 拿所有东西都让步 什么人权问题 说让步就让步 所以在他这种 因为博尔顿的 这个问题在于 就是什么呢 他这个人我感想 没有让你说 书呆子也行 反正他太坚守 这个原则 在现实中 不做任何妥协 这个人要完全按他 说也是灾难 所以川普总统 罗列了一些 跟他的区 这个分歧的时候 他说他是战争犯的 就是说 他大概是 动不动要用努力 用外科手术的方式 来解决 美国和其他国家 这些分歧 所以但是这一点的话 就使得呢 川普总统觉得 他有个务实的一面 所以我讲了 其实商人不是战争犯 除了重商主义的 这些商人之外 川普总统 还不是重商主义的 这种人 他还是主张就是说 要维护一个 中美之间的 合理的这么一个关系 就是公平贸易关系 这是他关心的 对 好的 那么谢谢群涛博士 刚才发表的 这精彩点评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进入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 就是这个彭杨慧 彭杨慧这个结束了 那么这个之后呢 双方发表了一些 这种 中方有中方的说法 这个美方有美方的说法 但是 大概听的意思呢 就是两点 一个中方意思就是说 除了这个 国家安全议题之外 什么都可以谈 美方的意思就是说 从现在开始 一切都要对等进行 不管是在外交呀 经济呀 等等 各个方面都会是 我们下转费的转费的转费的转费 转费的转费